10天就是1000块 短租这种巨大的利益 一旦这个房子 我拿到证照做的短租 我就绝对不可能 再让它去偿租了 对居民来讲 我们是不喜欢Airbnb的 我其实在业主群里面呢 我可以给你随便找出来 N多在那边 骂Airbnb 痛恨这些人的 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是他是过来游玩的 他来这边 就是要玩得开开心心 我就不想睡觉 我就要通宵打蛋 我就要party开到 全世界都知道我来了 请问你能住在旁边 你能舒服吗 还有什么人呢 他今天他的credit很低 但他有现金 他们是谁 他们可能是罪犯 他们可能是经营 或是经营 或是 那他们Airbnb的话 不用暴露他们的身份 他们也有钱来这么付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人是不是又成为漏洞 他是不是对我们社区的危害更大 我不建议Airbnb 你在一个相对独立的house里面 如果是屋主他自己住在这个楼里面 他今天就住一个房间 或住两个房间 那屋主平常也可以看着 也可以直接跟他 在这样我们平台投诉 如果说屋主你人都不在这边 他不管你啊 他还说 哎呀 我还不开心啊 就能给我五星好评 所以Airbnb的经营者 他都不可能称自己为房东 好吗 他其实是个经营一个business的 对于经营business来讲呢 客人就是上帝 他希望拿到五星好名 他希望下一次更多人来 他希望这个五星好名 给他带来平台上面这个流量优势 他肯定的 爱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为什么要强制他们 要在房东的主要居住房里面坐 他今天就要让那些房东来盯他们 我不排斥Airbnb 但是呢 我排斥 他今天在满满的居民楼里面去坐 这造成太多安全上的 安静上的 居住上的这些困扰